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们到现场之后就发现三轮摩托车是导在这个位置 这是开三轮车的那个人 他的脸上有血 有些擦伤 另外那位开电瓶车的伤得也不重 但腿部骨折送去了医院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访 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起交通事故 发生在2015年在浙江省的渠州市 其实这起事故并不算大 虽然两个人都受了伤 但是伤的都不重 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它呢 关注它 自有关注它的道理 红老汉就是照片中那个脸上有血的男人 这次事故让他受到了惊吓 三轮摩托车修好之后 他就放到了车库里再也不敢开了 吴女士是事故中的另一个伤者 她的伤势重一些 左腿骨折 目前还在恢复期 其实这两个伤者之前并不认识 在事故发生前的几个小时 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如果那天他们没有见过面 可能这起事故就不会发生了 时间回到2015年3月19日 那天早上 红老汉像往常一样开着他的红色三轮车 载着自家收的毛笋到农贸市场去摆摊 在红老汉的旁边就是吴女士的摊位 她卖的是水果 由于市场里的摊位都是随机的 所以他们并不认识 那天是第一次见面 没人买东西的时候 两个人就随便闲聊了几句 发现还有共同认识的人 卖了一会货 吴女士说自己的电瓶车没电了 因为闲聊中发现两个人是邻村 所以吴女士提出希望中午收摊的时候 能带一下红老汉的车烧上她一程 虽然是邻村 但是如果把吴女士送回家 还是要绕很远的路的 所以当时红老汉没吭声 但是在吴女士看来她应该是同意了 于是就自己挑了个好橘子 送给了她表示感谢 之后还多次表达谢意 想到如果自己不帮忙 吴女士只能推着车往回走 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自己还吃了吴女士的橘子 用了她的塑料袋 所以红老汉最后还是答应了 中午收摊的时候 红老汉和吴女士一起 把电瓶车抬到了三轮摩托车的车厢里 吴女士也上了车厢 站在上面 手扶着电瓶车 就这样 红老汉开着车 吴女士在后面扶着电瓶车往回开 在路上红老汉还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红老汉有胃疼的老毛病 一日三餐必须按时吃 那个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 红老汉急着赶回家 所以开到了一个分叉路口时 她提出让吴女士在这里下车 因为她们的家在不同的方向 在这个分叉路口就要往两个方向走了 继续送吴女士 红老汉就不顺路了 吴女士希望红老汉能够多送自己一段路 因为这个路口离自己家还有六七里路 推着车回去确实太费劲了 红老汉也觉得既然帮忙就应该帮到底 索性就再开一段 就这样他们继续开车向前行驶 案子说到这里 您可能以为这就是一个住人为乐 相亲之间互相帮忙的故事 但是后面却发生了很多让人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想不到的是 就在红老汉接下来行驶的这段路上 在离吴女士要下车的地方不到一公里远处 事故发生了 红老汉说一路上他都开得很稳 过了那个分岔路口之后 他确实有点急了 想赶快把吴女士送回去 自己好回家吃饭 所以就加快了速度 开着开着路上有一个坑 里面有一些石头 三轮车从上面压过去的时候 后面的一个轮胎被扎到 保了胎 车子就失去了平衡 冲向了马路对面 我那时候当时慌张 我跳也没硬啊 不跳也没硬啊 我就自己好像想 好好好死了死了死了 当时我的车自己就从这个地缸上 从这个地缸上来 撞到电线杆之后 三轮摩托车侧翻 吴女士被甩了出去 摔在了水泥地上 当场昏了过去 电瓶车也掉在了地上 他站在地缸上面 就把我 不知道怎么晒下来的 我就在地上了 就在这个水泥地上面 就没感觉了 相比之下 红老汉伤的没那么严重 但是也伤到了头部 红老汉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也报了警 急救车把吴女士拉去了医院 红老汉留下来配合警方调查 也给家里等他回去吃饭的妻子打了电话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大碍 红老汉的妻子还是带他去了医院 头上缝了几针 腰也撞伤了 腰椎关节有些错位 相比红老汉 吴女士伤的叫了严重 左腿骨折了 他在医院里做了手术 安装了钢板 把骨头固定住 防止再锻炼 当时在吴女士被送到医院的第二天 红老汉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医院探望 因为自己伤到了腰动不了 所以就让儿子代表他去慰问 同样是受了伤 为何他要负事故的权责 一边是对方的索赔 另一边是妻子的反对 他左右为难 顺风车的意外 进说法正在播出 红老汉认为 是自己开车出的事 所以拿出一千块钱来慰问 也是理所应当的 他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又是他没有想到的 这是当时交警出事的 事故的责任认定书 上面写着 由于红老汉驾驶车辆 行驶中未确保行车安全 导致车辆侧翻 造成交通事故 红老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吴女士无责 我们觉得认为 他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 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一个机动车载人的一个规定 按规定 他的这个车子 何载只有一个人 那么就是 也就是这样 只能是个驾驶一个人 那么其他 他因为他是一个 正三轮的载货的车 他是一载货为主 不能是载人 然后在行驶过程当中 没有确保一个安全车数 在避让这个道路 这个坑挖的时候 措施不当 造成了这个事故 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 那么这位乘客 他在经过驾驶人事的情况下 乘坐在这个 乘坐在他的车上的话 他是没有文法过车行为 交警解释 之所以红老汉负全责 那是因为 首先红老汉的车速过快 所以看到道路的坑挖处 来不及避让 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其次 在红老汉这辆三轮摩托车的 车辆信息中显示 这辆车的类型 属于载货摩托车 也就是说 只能拉货 不能载人 作为司机 他让吴女士 站在车厢里 违反了交通法规 对于交警指出的 自己的这些错误 红老汉承认 他承认 当时的车速 确实是太快了 但是关于自己的 这辆三轮摩托车 不能载人这件事情 红老汉说 他以前根本不知道 通过这次事件 红老汉也意识到 自己载人的行为 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 确实做的不对 在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 红老汉接到了 吴女士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吴女士提出 想让红老汉承担 她的医疗费用 吴女士之所以开口要钱 一方面是因为 她家里实在困难 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 另一方面 看了那份责任认定书 她觉得 红老汉要为自己的伤 负责任 你认为她最大的责任在于哪 她最大的责任 就是自己知道 那个护车不能带领的 要叫我上车 这一点 她是应该赔钱的 她自己表示说 她也不知道 那个车不能带人 她开的车 她应该等这些东西的 会开这个车 她应该了解的 这是交通规则等的 那会开车 应该有交通规则 要考过证的 红老汉觉得很委屈 按照她的说法 她以前不知道 这辆车是不能载人的 所以才让吴女士上了车 并且她认为 是吴女士主动 要搭她的车的 吴女士自己也有责任 那么吴女士 此前是否知道 这样的车不能载人呢 这我也没开过那个车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是能成妇女 这一点 也没得过什么法律 什么都不等的了 这我如果知道 这个车这么威胁 我还会上去了 我的命都搭在她上面 我一条命就没了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车其实不能带人的 那个车出了事故吧 那个交情地里面 捡了来 这我听到不来 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是毕竟是自己开的车 毕竟是自己 违反了交通法规 红老汉决定 赔给吴女士一些钱 本来是做好事 顺路送下人 没想到最后还要赔钱 红老汉的妻子心里委屈 不同意给这个钱 为这事 他们夫妻俩还大吵了一架 我给他离婚 我给他跪下 好了 三十八年了 竟你四十年了 再给你跪下来 不要离婚了 儿子也女儿 也通知出家了 儿子也进家了 这样是事情了 我吃个美食吧 我去过 我好了 上了 我当长时间 能心太牛 还臭了 像老婆全身臭 在老婆就算娘娘了 娘娘了 也忙生的打破了 就搞事的打过来 我也没办法 你也挺委屈的 是吧 也委屈了 到最后 红老汉还是不顾妻子反对 分两次给吴女士 总共打去了五千元钱 当时全家人都埋怨她 说她多管闲事 出事的那段时间 红老汉腰伤在家休养 妻子甚至赌气 不给她做饭 她自己忍着腰痛 去做饭吃 但一家人 毕竟是一家人 过了一段时间 夫妻就和好了 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一纸诉状 再起波澜 双方又能否兵事前嫌 顺风车的意外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红老汉认为 自己确实有责任 拿出了几千块钱赔给吴女士 是不是事情就应该这样结束了呢 但是最让红老汉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事故发生两年之后 2017年吴女士将红老汉告上了法庭 吴女士说 在收到红老汉的6000元钱之后 他再打过电话去对方就不再接了 之后的医疗费用都是他向别人借钱支付的 无奈他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而之所以等到2017年才起诉 是因为他要等钢板拆除 才能算出总共花费的金额 在出院之后 吴女士做了司法鉴定 鉴定的结论为 务工期为210天 护理期为120日 营养期为90日 根据这份鉴定 以及自己此前在医院所花费的治疗费用 吴女士开出了赔偿清单 上面包括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 务工费 营养费 交通费 司法鉴定费 车损费 评估费 公计78547.02元 洪老汉认为 自己是做好事 是助人为乐 他没有收吴女士搭车的钱 出了事 他还给过他6000元钱 已经是释放了最大的善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吴女士居然还去法院告自己 还要他赔偿那么多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就这起官司 当地的许多人 也谈了他们的想法 他讲的是 吸取我们这个钱的话 我建议了 是吧 就是说他各方面 手势都没办起来 那去劳势警官的 他又要紧张之类的 是吧 他做好事 我们是去 他是自动带我们 是做好事的 那我们也没有 这个不要去去告别人 你觉得他应该告别人吗 不应该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如果这样的话 人家是做好事 是你去求求别人来带你 你如果脚断了 你人家好心好意带你的话 你还去告人家 那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嗯 不应该走 我们做好事 然后还被人家要钱 肯定也有 些人说 您自动 就是这么没有良心 您是怎么想的 我管他怎么讲的 我反正自己的心 心是正的 就是知道会开这个车的灵 就知道有自己车不能带领 这一点是应该赔偿的 吴女士觉得 不管别人怎么说 诉讼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既然对方不接电话 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共识 他去法院起诉 也无可厚非 渠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此案 法官仔细研判了这个案件 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所在 主人为乐 这是中华民主的一个美德 关于洪老汉这个这个助法 这个从出发点上 我们认为值得弘扬 这个肯定了这一点 但是在做好事的同时 不能违法 应该注意安强 载户三轮车不能载人 只有在这个方面 这个洪老汉 应该是有明确的 顾处和顾色性 洪老汉和吴女士都表示 在事发前 他们都不知道 这辆三轮车不能载人 不知者不罪 对于这个问题 法官是这样解释的 机动车教室也 它是经过壮业的培训 何况洪老汉 他已经开车多年 对于载户三轮车不能载人 这个应该 教室也应该知道 这个也是一种基本常识 那么吴女士来讲 按道理成年人 也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说 这个上网车不能带冷 洪老汉统一带 你也就带上了 那么有个自担风险问题 但是从目前普法案 或者就是说农村里面的 一帮农民 你说吴女士知道 或者明确知道 这个可能有点强求 所以说在这个注意事实上方面 那么教室摩托车的洪老汉 的注意事实上 要大义这个吴女士 那么关于吴女士提出的 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 对洪老汉全责的认定 要洪老汉赔偿全部损失 法官又会怎么认为呢 叫洪老汉按照责任来 强不承担的话 这个从情理法理上 我认为都是不同的 判下来以后 那么洪老汉可能对 这个一辈子可能 这个各大都解不开了 那么可能也会 对于其他 就是一个主人为乐的那个行为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果确实是好意的 是人不让做好事了 可以适当解轻 赔偿义无人的责任 这个也是法律 反而也是很明确的 法官从缓解双方的矛盾 修补双方关系 兼顾法理和情理的角度 决定不再开庭 而是对这起案件进行调解 当然从判决的角度 它是树立一个社会规则 但是呢我们更希望 我们同时也希望 能够使我们这个法院的这个处理结果 既符合法律 法律规定 又能够被社会 被老百姓所接受 我们强调的这个 案件审理要掌握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 政治效果 三个效果的这个结合 载户上轮车不能带冷 控制这个上轮车冷是谁 是你 能不能允许带户 一不允许带冷是你教师也掌握的 你当时就是说为了做好事情 还做好事对吧 合适了就是说 这个护车不能载冷的这个规定 规定 就是好事 当时是买货的可以补过来 没想到 没想到 再跟你讲清楚不干 再清楚了吗 在法官的调解之下 双方达成了和解 洪老汉主动提出 愿意再赔偿给吴女士 两万一千元钱 加上此前的六千元 他一共给吴女士 两万七千元 算是帮吴女士 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 吴女士也表示 接受洪老汉的赔偿 放弃其他费用的索赔 这是法官 律师的调解之下 我也等得了 这是道理 我就乱步了 也想想他是老人家 出于好心 经过这个事之后 就是你的想法会改变 就是以后还想做好事吗 做好事 给做事的我最爱做 我真心动的好 不要带领 上林菜不要带领 上林菜的带领时 付应给个男方过来 红老汉和妻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平时靠收毛损拿到集市上去卖 勉强过日子 这两万多元是他们的儿女给掏的钱 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是红老汉还是坚持到集市上去摆掏卖货 他说儿女的钱也是血汗钱 他想慢慢地还给孩子们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方志平教授 欢迎您方教授 红老汉还是以赔偿了案了 但是可能有些人心里会不太舒服 说红老汉其实是众人为乐做好事 最后却赔了钱 您怎么看的 他这个地方其实涉及到民法当中 一个叫做好意私会关系 所以侵权法需要对他这个关系进行调整 就是在帮忙过程当中 那么帮的人也要进到侵权责乱法当中的这个义务 就是你不能有错 红老汉 他其实这个是不能宰客的 所以他这个是违反的交规 我们当然提倡我们要去帮他人 但你这个帮忙的这个行为本身要合法 如果说你不会因为你帮了人家 使得你这个不合法的行为 只想变为合法行为 所以的话由他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论 这是依法处理的一个结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吴女士自己对这起事故的发生 她也有一部分的一个过错 因为你相当于是某种程度上讲 你是自甘了一部分风险 所以的话应该在侵权责乱法角度来讲 应该要减轻家一方的责任 这是从法律层面来进行分析 那么从道德层面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诸人为乐的这个行为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应该进行提倡 就是侵权责乱法不应该过度的记录 如果记录的太多 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陌生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不要给陌生人帮忙 会导致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社会效果 所以的话在案子处理过程当中 应该要兼顾这个法律层面 还要兼顾它的这个社会效果 双方要进行兼顾 如果针对这些案件来说 您觉得这样调解结案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调解结案的话就特别符合 这一类案型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最后的那个效果 它可以避免这个执行难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是强行下判的话 那么可能作为提供帮助一方 那么他可能会在心理当中可能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的话 他可能就就不会配合你去执行 那那样的话 那你的法律效果也打折扣了 所以最后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进行结案的话 那么双方之间还能够达成一种各自的一个浪步 这样的话还可以把双方的这个关系来维系下去 在采访当中 法官曾告诉记者 他特别不希望这起案件 让大家对帮助别人和助人为乐产生畏惧感 的确在社会生活当中 人和人相处需要互相扶持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应该像本案当中的红老汉那样 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而受到帮助的人 也应该更多的去考虑 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人 他有多么的不易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方志平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复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